半世纪AMD RX6800系列非公版的正式发售 隔壁老华已经偷偷把矛头指向了中低端市场 马上就要推出Archic X3060Ti了 但苏妈这边当然也有进品 这就是玩家期盼已久的RX6700 至于详细的情况 那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Archic X3080以及RX6800系列的备货情况 远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少 除开部分核心良品率低以外 产能不足也是其缺货的最大原因 所以说等等档永远不亏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用了两三个月核心的玩家来说 他们不再想被当头耍了 所以只能更换目标 退而求其次选择其他型号的显卡 而在这些显卡当中 定位于甜品级的显卡才是玩家们最爱的 从目前来看苏妈的RX6800系列均已上市 RX6900XT也将于12月正式登场 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该轮到RX6700系列了 据悉RX6700系列同样会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RX6700 另外一个是RX6700XT 由于RX6800以及RX6900系列均是采用了NAVI21大核心 那么RX6700当然理所当然的会换用 相比于NAVI21核心更小的NAVI22核心打造 但制造工艺应该还会延续千纳米 具体来看 RX6700爆料称 在规格参数方面RX6700XT的核心代号为NAVI22XT 预计会有40组计算单元 2560个流处理器 将会搭载12级别的GDDR6显存 显存位宽为192bit 整卡功耗约为186-211瓦 这相比上代产品RX5700XT的225瓦 整整跌了近40瓦 从中也可以看出 这必然是得益于RDN2架构的超强能效比和全新技术 才能让RX6700系列的新能比RX5700系列上一个台阶 而功耗表现反而更低 至于RX6700它的核心代号为NAVI22XL 预计会有36组计算单元 2304个流处理器 整卡功耗约为146W到156W 比上代产品RX5700同样也跌了40W 但在显存方面 目前仅知道其位宽为192bit 至于具体有多大 现在还不得而知 由于苏玛的RX6700系列 自然是要与老黄的RXX3060Ti相互竞争的 考虑到RX6800系列的16GB显存 相比3070和3080要多出不少 那么RX6700的显存规格 肯定要比8GB的3060Ti多 至少也是10GB起步 让老黄的前品卡继续尴尬下去 而具体的性能表现能否与3060Ti媲美 从现在RX6800系列与3080 3070相比较的情况来看 除开光追表现外 应该会比RTX3060Ti要强上不少 另外一方面 目前还不知道RX6700系列搭载锐龙5000系列 是否同样会有额外的3A加成 除此之后RX6700系列还会加入笔记本 具体情况就要等AMD自己公布了 发布时间从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RX6700系列会比此前计划来得要更早一些 最快将于2021年1月公布 售价应该会在2800元左右 最后超级歌在这里提醒一下玩家 因为目前斯妈和老黄所有的全新产品背货情况均不理想 所以各位玩家还是老老实实的等吧 该用核显的用核显 实在不行买一块亮机卡先用着 千万别再给街上送钱了 你们越是送他们越是猖狂 只要我们有耐心 你不买我不买 明天他就掉500 听到这里啪的一下很快 我们等等就要翻身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